USA TODAY,可以做《美國今日》 有一篇稿 稿裡面有幾幅圖畫 那一幅圖畫就講一個非常錯的訊息出來 想跟大家講一講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就是 問到底美國的醫院 夠不夠長來應付現在這個情況 而他現在正在用的叫做 Better Case Scenario 即是一個比較樂觀的形勢 看看他們的樂觀形勢之下 醫院能否應付到 他做了一個計算出來 他就說 估計在一個叫做 Archison州 大約會有四萬四千人 是受到感染 而這個四萬四千人 就會分配在大約 9500張病床裡面 換句話說 就會是五個病人等一張床 不過這9500張床 現在不是空在等他們 其實現在大約只有三分之一 這些床可以提供出來給人用 即是換句話說 會等有十三個人等一張床 那就肯定不夠了 而且還有更多一件事 就是這些人就大約要留意十日 即是換句話說 他脫開來 發現每個月 這些醫院就要照顧一萬零二百個病人 現在我們知道已經搞不定了 好了 接著這幅神奇圖出現 他說這幅神奇圖 如果我們不做任何特別的保障 就像淺藍色一樣 會超過了醫療系統的能力 所以他就說 如果我們加一些保障 我們做一些保障的話 就可以把疫情假壓低 壓低之後 他就重新做個計算 他就說 如果我把這四萬四千個病人 分擔去五個月的話 醫院只需要每個月提供八百張床 那就夠用了 是不是很神奇呢 有什麼方法可以按下 我看看他有什麼方法可以按下這個數字 原來教大家勤洗手 勤洗手 還有跟其他人保持一個 social distance 大家隔遠一點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到底這個東西 這個這樣的想法 錯在哪裡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 疫情呢 就不聽話的 你叫他不要發 他都會照發 你叫他不要感染 他都會照感染的 所以這個是不受控制的事情 如果我們可以真的把疫情這麼低 也都不是把疫情這麼扁 我昨天說過了 從看中國的數字 我們看到中國當它一封城之後 那個疫情沒有再傳播 沒有再傳播 就疫情就下降了 現在他這個假設就是說 只是把疫情傳播速度減慢 靠洗手 距離一點 那仍然是估計 那仍然會傳染的 那希望呢 靠這個方法 把他們拉開 這個是錯的很緊要 我很相信這幅圖 可能會害死很多人 這幅圖認為 你只要把疫情這麼低 就可以不用超越 你醫院的能力 這個事不可能發生的 當病人發病 是他不想 不是他選擇的 疫情是不受你控制的 你不可以說 我想他壓低 他就會壓低 沒有這件事 要不你跟疫情直接對抗 將疫情殺了他 好像中國那樣 斬斷傳播途徑 大家不出街 要不你等待大爆發 無論什麼情況下 這個疫情大爆發 沒有任何的醫療體系 能夠負擔得起 可能除非中國 但中國亦都好在 將疫情走在武漢 如果疫情不是走在武漢 中國都無法忍受 這個疫情的襲擊 中國有非常大的量 而將它走在武漢之後 可以將全國其他地方的醫療設備 和醫療隊伍送過去武漢 一起克服這個問題 所以中國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在美國 因為他們各州之間 有各州的規定 護士都未必一定可以跨州工作 而他們每一個州的床 因為是用醫療制度 是用保險制度 是說要賺錢的 不會有空餘的病床 在等著病人來 所以他們是沒有什麼空餘的能力 當一件大爆發起的時候 唯一的結果就是大量人傷亡 這個就是資本主義的自由世界 想要面對的事情 我很希望我這個預測是錯 因為我真的不想見到人死亡 我相信未來幾個月 就會看到到底老葉有沒有猜錯 我真的很希望猜錯 大家希望老葉這次猜得非常之錯 一定要來看看 如果發現你的空餘 理想會先ake聽 這個是很想像 會看到 沒有 在影響